你还好吗 是的 是的 谢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笑得何不拢嘴 第一次与丹麦女总理搭上F-16战机 美国上礼拜才宣布批准由丹麦和荷兰转交F-16 泽伦斯基周日马不停蹄 飞抵丹麦商讨训练事宜 丹麦承诺提供19架 但最快还是要到明年才会陆续送达 毕竟训练到维护的安排 都需要时间 泽伦斯基同天也访问荷兰表达谢意 荷兰虽没有透露具体的捐赠数量 却亦有所指的称目前库存有42架 至于要派多少飞行员前往当地受训 KF-16泽伦斯基暂时卖关子 记者会上有媒体询问他有关先前北约幕僚长 誓言说出乌克兰可割地换加入北约的说法 泽伦斯基又机智化解 教程可以拿俄罗斯境内的贝尔哥罗德交换 泽伦斯基顾问则痛骂领土交换说 等于变相鼓励全球犯罪 让民主消失并将战争的债务留给子孙 这笔新闻松口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